中国的楼市近来迎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销售方式,副首付该现象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购房模式,更在全球楼市中首创。 在零首付,也就是买房不需付出一分钱,仅在贷款协议上签字即可成为房主的策略后,现在市场又热闹起了副首付。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只要你愿意签署贷款协议,开发商不仅会把房子交给你,还会额外给你一笔钱,使你的首付款实际上变成了负数,这就是所谓的副首付。 这种独特的购房策略首次出现是在靠近深圳的惠州。 该地的政府规定,开发商可以降价销售,但最低价格只能是被按价的70%,若低于此,将不被允许进行网签。 这项政策考虑到70%是一种临界值,下降至此,可能意味着部分买家的首付款已经完全消耗,所以政府不允许价格跌破这个界限。 然而,惠州的一处楼盘先是以被按价的70%进行销售,然后悄悄通过赠送车位、家电和首付返利等方式,将买家支付的首付款全额退还,相当于实现了零首付,实际房价也相当于打折到了58%。 虽然这种返钱的做法通常难以察觉,但开发商却公开将领首付作为广告进行大肆宣传,这自然很快引起了媒体和监管部门的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介入,冻结了所有网签,同时对区域内的开发商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原本大家以为零首付已经是极限,然而没过多久,副首付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 几年前,深圳推出了住房指导价,规定银行必须依据此价格发放贷款,无论实际成交价如何。 此举显著影响了深圳的房价,导致连续下跌,二手房的实际价格甚至普遍低于住房指导价。 因此,深圳政府决定取消住房指导价。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取消住房指导价后,深圳的房地产投机者利用这个漏洞发明了副首付卖房的操作。 他们采用高评高贷的手段,通过支付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房价估值提高,进而获得银行的高额贷款。 例如,在深圳罗湖区,一个实际售价260万的房子,可以从银行贷款280万。 只需在贷款协议上签字,超额部分的20万贷款取得后,便直接返还给购房者,这就是所谓的副首付20万。 实际售价260万的房子,如何贷款280万呢? 原因在于,深圳政府刚刚取消了政府支导价,所以只需花钱让评估机构将房价估值为400万,从银行获得70%的贷款,即可获得280万。 这种方式一经出现,迅速在中国各地流传开来。 不到一天,重庆的房产中介就跟进了,在重庆八南区也开始实施副首付卖房。 客户首付3万,带银行贷款到账后,卖家返还客户5万,实际首付为付2万。 这种对低收入买家的策略,可能为金融系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 对零首付和副首付的贷款必须进行严格审查,这些贷款有着无尽的危害性,它们可以被视为金融界的核弹。 美国在大约20年前就试验过这类贷款,被专业的称为次级贷款。 次级贷款是指首付低于15%或月供超过收入55%的贷款合同。 那时,美国金融机构甚至允许零首付只需要签名,不需任何存款,就可以购买房产。 这一政策在2007年前被广泛赞扬。 显然,那些连首付都无法支付的客户质量较低,他们的收入很可能无法承担月供,且没有首付作为保障。 这种贷款的风险极高,远超正常优质贷款。 解决办法很简单,即增加利率,利用高利率来抵消风险。 假设正常贷款的利率为5%,那么次级贷款的利率可能需要提高到8%或更高。 只要收益率足够,风险就可以被应对。 然而,次级贷款的风险巨大,一旦违约,可能需要触发长时间的房产拍卖流程,并且由于没有首付保障,通常至少会损失30%至50%的贷款本金,这种损失无法接受。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将数百甚至数千个次级贷款打包在一起,形成一个理财产品,这样就可以分散风险。 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单个贷款人可能违约,但在贷款人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仍会履行合同。 即使有少数人违约,他们的损失可以被其他贷款人平摊,从而保证整体的贷款收益率一个次级贷款可能是垃圾级的,但将1000个次级贷款打包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优质贷款。 曾经,超过95%的美国次级贷款包被评为A级以上,80%甚至获得了AAA级评级。 这些高级贷款包的收益率惊人,远超过其他同等评级的贷款,因此很快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 美国法律允许个人破产,这意味着在零首付的情况下,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到了银行。 如果房价上升,购房者获得所有收益,如果房价下降,购房者可以申请个人破产,房子和之前的月工都由银行承担。 尽管银行承受巨大风险,但他们还是愿意这么做。 因为他们会把这些刺激贷款打包成资产包,然后在金融市场上卖给其他人,从而把自己从风险中排除出去。 虽然资产包内部风险巨大,但银行并不担忧,因为最终可能面临破产的是购房者和投资者,而不是他们自己。 他们迅速地签订贷款协议,吸引人们购房,然后把贷款打包并转手卖出,利用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差距,让他们承担所有风险。 而银行则无风险的获利。 这个方式被称作伟大的发明。 华尔街的银行家纷纷效仿,全力投入这个新业务,刺激贷款的规模很快超过了万亿美元。 然而,当次带危机爆发,他从一个小区域的违约开始迅速蔓延,最终引爆了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 美国的银行家以为他们已经通过法律和规则保护了自己,却没意识到金融风险的传导性。 当次级贷款危机的规模过大时,一旦爆发,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次级贷款的恶魔之处,这就是为什么零首付在美国变得令人恐惧。 中国目前出现了零首付甚至副首付的情况,尽管这些现象目前规模不大,不如美国当年的大规模风险。 美国银行家通过转售资产包以规避零首付带来的风险,而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风险转移无意义,因为中国实行政府完全责任制,一旦房贷出现大面积问题,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仍然是国家。 因此,零首付和副首付必须严格打击,否则将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的房贷风险,最大也只停留在零首付,而未敢走向副首付。 而副首付的产生,关键在于高估值高贷款和无责任的第三方评估制度。 就了解,目前中国的房价评估系统中,第三方公司高估房价不承担责任,只要估价不过于离谱。 反而低估可能引发责任和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漏洞,尽管在房价上升期间并未引发麻烦,但在房价下跌期间却可能引发副首付问题。 以深圳的50万副首付事件为例,引发了全国关注的这个恶意套取银行贷款的评估公司是否会因此受到惩罚。 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确实凸显了制度漏洞的存在。 根据现行的规章制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惩罚,最多只能进行一次警告性的谈话。 有时候,我不得不对深圳的房地产投机者表示钦佩,他们总能找到各种制度漏洞,总能创新出各种方法。 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漏洞,一旦被它们巧妙组合,就能产生出惊人的效果。 然而,只要我们坚持严格执行法律,及时发现并堵塞每一个漏洞,我们总能将这些漏洞完全堵住。 像这种零首付或副首付的现象,他们完全是恶意利用银行贷款的方式,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严厉打击,更有必要坚决执行。